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做一只你故障里乖乖的哈巴狗 你高兴的时候啊 我就要冲你叫几声 你不高兴的时候呢 我就要躲得远远的 躲得暗处去 但是你得明白 狗是他们会咬人的 故障里啊 从小到大 你就从来没把我当作你的亲弟弟 你娘在的时候 我和我娘只能住在爹的别院里 我一年见爹都见不到一次啊 我他娘以为我没爹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种 每天被别的孩子围着 叫你野种的感受吗 你懂吗 你真他娘是该死啊 就凭你见到我娘 不会尊敬的叫一声娘的情况下 你他娘就该死 不要 不要 我就是要让他故障里死 啊 啊 滚 放开他 我处心积虑的 让白首富暗杀你 还被你逃过了 你命大啊 我试图在堂会上 想揭穿你包庇凶手的罪名 却被你 将屎盆子扣到了我的头上 弄得爹现在连正眼看我都不看 你 顾兆里啊 你认为你做人光明磊落吗 你认为你自己 不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 就像你说 小杨是我妹妹一样 我参加也是你亲弟弟啊 是和你拥有一个爹的亲弟弟 你为什么要害我啊 那是你一直想谋害我 顾兆志 有些债是你自己欠的 必须你自己来还 说得好 说得漂亮 那我娘呢 我娘欠你债吗 你为什么要害她啊 你娘的存在 就是对我娘最大的不敬 你她娘的放屁 你娘活着的时候 我娘连个进家门的机会都没有 我是活生生长到了八岁 你娘死了 我们才进的门 我才敢叫一生爹 这是你娘欠我跟我娘的 就单凭这一点 你娘租住我们娘俩进门 她就该死 她就该死 你坚持就是丧心病狂 没错我是丧心病狂 那都是被你逼的 我告诉你啊 顾兆里你今天死定了 我要让你死得枪乎伤心 这也许就是对你最大的侮辱了 我们应该如此 今天我生了 今天我生了 但是这件事情 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求求你 你把她放了 不要 你求我 求我放了她 大哥 你觉得可能吗 我放了她 我既然要让你死得悄无声息 我就不可能给任何人留下我谋害亲兄的把柄 知道吗 顾兆志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别后悔 顾兆里 这将是我这辈子做过的 最不够悔的事 对不起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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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世辰 放一下 别动 你没事吧 大哥 不是你大哥 大哥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爹 不会原谅你的 你绝对我会怕吗 大哥 今天来救你 主要是看在佟念 和夏昂的面子上 你已经害死了名字 还有秦首杀了你亲弟弟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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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哥 你看 君想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拿着吧 那怎么行 给 拿着吧 回去给老爷子买点药 买点好吃的 谢谢哥 哥 你说这当兵 就是比咱在码头干活强啊 有饭吃 还有君想拿的 等上过一次战场再说吧 啥意思 他们现在给你钱 就是为了让你在战场卖命的 记住了 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钱收好了 命也留住了 哥 万生 那这钱 万生 瞅万生 不对 你姓囚 囚万生 把这封信啊 送到司令部去 好 我怎么总觉得你这个兄弟 脑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班长 他平时就这样 您别跟他计较啊 我跟他计较 我犯的着目吧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军反内战 反对军反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科捐杂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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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内战 反对科捐杂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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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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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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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可选杂碎 反对可选杂碎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可选杂碎 反对可选杂碎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可选杂碎 反对可选杂碎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内战 我回来同性了 反对可选杂碎 反对可选杂碎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内侦 反对各人打像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内侦 反对各人打像 你是干嘛的 我给司令送信的 司令在书房那边 刚才走过去那位小姐是谁 小姐 当然是大小姐了 司令的千金 她是不是不会说话 是啊 你想干啥 我 我干啥 那边是吧 谢谢 那边 快去吧 报告 长官 长官 您的信 下去吧 是 司令 司令 柯老板 柯老板 最近前线吃紧 想必您也有所耳闻 明白明白 现在学生运动猖獗 征收税款之事有些麻烦 你柯老板作为本地首富 是不是应该为军队做点什么 洪司令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对您的军队开支一向是支持的 这我知道 这我知道 我每次征收税款 你柯老板捐的最多 可谓公不可没 可谓公不可没 司令 那您今天让我来 又跟我说了这番话 是什么意思 今日来 警睿林之子 警示称 带兵上前线打仗 对方军心大振 我方连连实力 使得一条好的战线 这种情况 本司令不想让他继续下去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现在急需军饷 你作为本地商会的会长 应该带领诸位同仁鼎力相助 以助我一笔之力 可老板沉默是何一 洪司令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介商人 虽然身为商会会长 但是对于您这笔不小的军费开支 要商会来承担 恐怕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呀 哪里话 谁不知道 你可老板是人中豪杰 你呀 自会有你的办法 司令 这样吧 我回去考虑一下 和商会的同仁商量之后 再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怎么样 好 好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好 再见 明镜 对 中国计划 这个中華人 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科捐杂碎 反对科捐杂碎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科捐杂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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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科捐杂碎 反对科捐杂碎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科捐杂衰 反对科捐杂衰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兄弟 兄弟 帮我抵押 我闹肚子 憋不住了 反对科捐杂衰 反对科捐杂衰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反对军阀作战 反对军阀作战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反对科军杂吹 反对科军杂吹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 小姐小姐 你不能出去 外面很乱 为什么 出什么事呢 外面有好多学生 就在司令府门口 那真是可吓人了 你不能出去 反对科军杂吹 反对科军杂吹 小姐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你看外面这么乱 好吓人的小姐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反对内战 反对科军杂吹 小姐 反对科军杂吹 小姐 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姑娘 你没事吧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反对军杂吹 来 过来过来过来 反对军杂吹 少爷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那姑娘谁呀 少爷 反对内战 那姑娘是 红日进的独生女 红若秋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对内战 漂亮 反对内战 反对科军杂吹 反对科军杂吹 不打中国人 感兴趣 不是 少爷 他这个哑巴 不能说话 也听不见 反对国人 哑巴 对啊 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打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简直是太完美了 反对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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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人要会说话 有什么用啊 反对战 我跟说 这女人啊 就是长得掉 会生孩子就够用了 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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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说话又听不见 那要是娶了他的男人 那他活得多自在 多潇洒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少爷 您这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说了你也听不懂 一致对外 反对军阀国政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爹 我要娶红若秋 什么 你要娶红若秋 爹 你没见着那红若秋 长得那叫一寸 那双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 就跟他一汪水似的 爹 我喜欢这女人 你糊涂 你知道吗 她是一个哑巴 哑 哑不哑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是谁 她是红尸进的女人 长生明珠 爹 她红尸进是不是一直管咱们家要军饷来着 爹 你迟迟不肯松口的原因 无非就是怕她红尸进帐子自家兵力 不断地压榨咱们柯家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要娶她们家的女儿为妻 咱们姓柯的跟她姓红的 那可就是一家人了 现在时局这么乱 爹 咱们给她来个伤症绵阴 这对咱们柯家可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啊爹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你考虑什么呀 爹 这事一早不一迟 您就别考虑了 孩子都多大了 是不是该到娶媳妇的年纪了 再说您不想抱孙子了爹 爹 你这 您就答应我这一回吧 您帮我把这事给办了吧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着急啊 这是关于你人生的大事 童年 小杨 我刚好路过 这是你家吧 对啊 对了 你好些了吗 我好多了 那就好 你哥的伤好一些了吗 在养着呢 我没什么事儿 我先回家了 既然你这么关心他 你为什么不进去看看他啊 是 司令 柯六彤刚才来过了 他什么意思 他要和我洪家联姻 这老狐狸 怕吃亏就想了这么个损招出来 柯绍杰这后生我见过 好 相貌不错 年龄也与若秋相仿 其实对若秋来说 倒是个不错的归宿 难道司令真的要把小姐架到柯家 你怎么看 有话直说 恕属下直言 他若联姻成功的话 对我们部队的扩充绝无弊端 洪家跟柯家联姻成功 我们部队的军饷便可以获得 长久而稳定的来源 毕竟现在学生运动激烈 咱们暂时无法从增加税收方面 来扩充咱们的军饷 所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就是从丰安这些商家身上挂油 而这些商家 又都以柯家为首 所以如果联姻成功 对我们来说 有百利而无遗憾 就是太委屈大小姐了 来 大哥 干嘛呀 我睡觉呢 我给你带了个人来 什么人哪 你等着 走啊 你们俩呢 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我跟赵管家说了 一会儿药熬好了 我来送 去呀 去去去去 快去 呀 顾大少爷 您别起来了 您躺着 别起来 躺下吧 你还好吧 还好 你呢 你的伤怎么样了 疼不疼啊 好了没有 我看这里都瘀了 疼吗 疼吗 你说什么 柯家来提亲 我爹什么反应啊 不知道 不过 我看那个柯老板走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不会是老爷答应他了吧 小姐 你可不能嫁给这样的人 可是要结全封安城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花心大萝卜 整天到处的年花惹草 小姐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 爹 您答应了吗 我呀 正在考虑 我不嫁 为什么 柯少姐相貌堂堂 家境殷实 与你的年龄有相仿 你到底为什么呀 我怎么能嫁给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男人呢 我可是要跟他过一辈子的呀 年轻人感情培养培养就有了 我见过那个柯少杰 我觉得他眼神里不纯净 他不像个好人 人不可貌相 你读书都读到哪儿去了 看来爹 您已经有主意了 您是一定要答应战门轻师对不对 我呀 正在考虑 不管您考虑的结果是什么 恕女儿这次不孝了 在我这里只有两个字 不嫁 若秋 小姐 你别伤心了 司令这么疼你 她不会执意让你嫁给你不想嫁的男人的 毕竟 这也是小姐下半辈子的幸福啊 哥 你知道看了大半宿了还没看够啊 我这困了都不行了 咱回去吧 啊 哥你等我一会儿 你这个孽种 老爷 你怎么饶了他这一次吧 他一定是被土匪叫唆 他根本就不是故意的老爷 老爷您了解他 他是一个身心善良的孩子 真的不会的老爷 爹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那帮土匪绑上山去 老爷 是他们逼我的 是他们逼我绑架小杨 让我大哥去交书金的 爹 你相信我啊爹 逼你的 他们逼你绑架你妹妹你就绑 他们逼你杀你大哥你就杀吧 他们要逼你害死你爹我 你也敢下这个手吧 爹 爹 我不敢了爹 爹 孩儿玉妹爹 你相信我爹 我不敢了爹 老爷 你这个逆子啊 你成天到晚想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天性狭隘 你成了什么大气 我念你是我 古朗孙的儿子份上 成天让你吃好的 穿好的 你现在是胆大包天 居然害你的手足 你该死 爹 不 爹 你不能杀他 你给我起来 不 古朗孙 绝不允许我自己的儿子 不仁不义 不仁不义 什么叫大人大义 二十年前你喝醉了酒 让我怀了赵志 却迟迟不肯娶我进门 这叫大人大义 老致活生生长到八岁 才有福哥叫你一声爹 这叫大人大义 我告诉你 如果赵志 变成一个不仁不义的孩子 那也是拜你这个爹所赐 你给了他什么 冷漠 严厉 可可 古朗孙 你醒醒吧 赵志也是你的亲生儿子 可是你没心自问想想你给了他神吗 你把他当过你的亲生儿子吗 你一直都跟别人一样 把他视为是你犯下错误的一个孽子 你心里有愧疚 所以就不敢面对我们母子 我们母子犯了什么错 是 赵志他现在犯了错 那也是为了他娘我 我会原谅他 并且会教导他 可是您呢 除了责备 还是责备 你现在竟然还要杀了他 是 你配当他爹吗 你配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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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爹 我娘 孩子 娘 柯老板 洪司令 柯老板清零帅府有谁远迎 十里十里 司令这么客气干什么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用不着这么客气 来来快办快办 你看看来就来吧 还带了这么多聘礼 还有呢 快点快点 快快快 你们客家真是财大气粗 你说哪去了 以后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 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我一定会好好的疼爱她 司令 那个若秋小姐现在在哪儿啊 不得无礼 找什么急啊 你两个月以后就迎娶若秋小姐了 你现在可不方便见哪 没关系 年轻人提前培养一下感情无妨 来人 司令 把小姐从房间里请出来 是 太只小子急的 这边请 好好 爹 您请 小姐 柯老板和柯少爷带着聘你来了 老爷让你去一下 好 下去吧 来 是 是 有点烫 慢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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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琼 你看 这是我新拆的 好不好看 送给你 我们小姐不喜欢这种花 俗 我也觉得俗 不能摘这花 我听说你们是要去画画 何少爷 我们家小姐看得懂淳语 看得懂 这样 你爹就是大帅 他说你们要去画画 不如我陪你一起去画画 你怎么当下人的 快告诉你们家小姐 说说说 我们家小姐不说话 意思就是不想 不想 不可能不想 你跟她说 我要跟她在一起 若琼小姐 若琼 若琼 咱们已经是准夫妻了 干嘛这么拘谨 是不是 走走走走 我们一起 你怎么跟我们小姐这么无礼 你 几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若琼 我们一起 松开你 松开 我们一起 若琼 松开你 若琼 我们一起 松开 小姐 走 谁 谁敢走本少爷 若琼 你别走 把门关上 不许让任何人进来 若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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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死木头一个 兄弟 把门打开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你们家准姑爷 以后你们都得归我管 都得听我的 你们说不通 若琼 若琼 二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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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兄弟难挡 走过的风浪 快乐痛哭都拿来分享 哭着笑着在一起跌跌撞撞 历下的十月同生共死去闯荡 兄弟难挡 成为了过往 世事无常各自的方向 一路荆棘坎坷 岁月的漫长 那一份情意还是支撑的肩膀 兄弟一场一起走过的地方 就算独自去闯心里有你在身旁 这一身擦肩而过 看人来人往 我们从不会遗忘 兄弟一场一起许下的愿望 就算赴汤刀火 依然守候在身旁 命中注定我们走过的沧桑 只会变得更坚强 兄弟一场一起走过的肩膀 兄弟一场最在乎的事 我会变得更坚强 我会变得更坚强 咱想听得好 我会变得更坚强 我会变得更坚强 感谢观看